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10月31号声称 日前在北京发生的汽车冲撞天安门事件 与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恐怖组织有关 中共曾经表示 东突伊斯兰运动的成员在巴基斯坦和部分的中亚国家活动 并将发生在新疆地区的暴力事件 一律的与这个组织联系在一起 据CV亚洲电台的报道 澳门军事专家黄东表示 东突伊斯兰运动组织一般是在犯案后会承认责任 目前车撞天安门事件已经发生五天了 他们仍未表态 不是这个组织的作风 不过德国之声的报道却说 有安全专家就连东突伊斯兰运动这个组织是否真实存在 也提出了质疑 日本产经新闻在11月1号报道 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墓地 已经变成了上访村 报道说在中共高调纪念习仲勋的时候 中国社会流传习近平的母亲齐心 今年会到习仲勋位于陕西省富平县的墓地去扫墓 于是来自湖南还有辽宁 以及广东等各省的上访者们 就守候在习仲勋目前 准备下跪陈情 其中有人已经等了几个月的时间了 那么这些上访多年投诉无门的访民对产经新闻记者表示 他们知道在那里等其实也没希望 11月1号的中午 瑞典瑞士还有澳大利亚驻北京的外交官 登门看望了不久前出狱的中国大陆知名维权人士尼宇兰 据美国之音报道 尼宇兰表示 这些外交人员进门前 曾遭到一些便衣警察的阻挠还有骚扰 尼宇兰说 他的房东在这些外交人员到访前夕 突然提出要收回借给他家暂住的房屋 当天上午还要求他们搬家 尼宇兰的丈夫董继琴表示 当天试图阻拦西方外交官探望尼宇兰的便衣人员当中 就有厂桥派出所的田姓警官 其余都是陌生面孔 他表示 那些便衣人员当时在拍摄录像 但是当他用手机给他们拍照时 全都极力闪避 尼宇兰曾经在北京的正义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 因为维权和揭露奥运工程 违法强拆民宅 被警察殴打制残 无法行走 后来又多次的被判刑入狱 好观众朋友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